Hello 各位好 大家好 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今天要來拍攝什麼問題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開老V 車主最怕遇到的問題 就是每一天第一次冷車要發動的時候 隨發動它就隨氣 隨發動也隨氣 然後你大概經過30秒之後 大概油門催一下 代數什麼都正常 引擎也不會抖動 這個問題 我看很多同學遇到 但是後面的解決之道 大家人都差不多10層大的 都沒有一個正確的方向 白同學很不幸的 今天這台528 我怎麼對到這個問題 白同學要來針對這個問題 把它找出真正的病因分享給同學 因為要怎麼說 以我的判斷到網路上會是一些經驗 很多可能都會造成冷車抖動 但是我這台來說 它是全車沒有故障嘛 然後還會抖動的話 只有冷車這樣 我目前把它找個方向 就是說大概就是代數馬達 可能太長 晃晃最基本的嘛 然後就是那個解氣門 可能也是有雞炭太垃圾 以前那136有碰過這個問題 是那個代數馬達真空管有裂掉 它變成 要怎麼說 它的流風你知道嗎 你冷車剛第一次發動的時候 那個電腦裡面那個 它裡面的龍啊 它冷車要先提速嘛 它的空氣流量跟它的噴油 就是簡單講啦 空氣過多 它覺得奇怪 你這台車怎麼像空氣太多 它就熄火 簡單說的是 空難比冷車的時候它不太準確 然後你燒車的時候 油門垂垂 它就矯正回來 我是要朝這個方向下去處理 重點啦 白同學要用最低的成本 修好它 然後分享給同學 背心說 沒有我也不知道 一起上課去囉 走 上面有這個冷車抖動 白同學發動 你們看 一檔二檔 我都習慣等那個 確駕釘都跑完 要發動 1 2 3 你看 是不是抖的 那個 鑰匙不活的 你油門把它吹一下 它就好了 然後我們第二次發動 它就正常了喔 這個問題 很多同學有遇到 來我們第二次發動 給同學看 1 2 3 發動 第二次就好了 都不用吹油門 這個問題很多同學遇到 但是因為你沒有修 它也是可以開啦 我們今天要來針對這個問題 來我們今天要來示範 如何清潔BMW M52引擎的代數馬達 在這個地方 先把這個 插座都拔起來 來 之後 這個 反正你擋到的地方 都把它轉掉就對了 這很簡單 然後空氣流氧機10號的 這個拔掉 就可以拿起來了 來拿起來之前 真的有很多真空管 我都用這個 外型的這個 把它撬開 開了 開了之後 我們要把它扯下來之前 這個 管路 慢慢的先把它 把它 線路都移開 還沒去用一個 等 就 這樣慢慢推 把它 移開 有有有有 就拿起來了 這個我就要拆掉比較方便 因為代數馬達我也沒有拆過 三九 講過 就這個地方 設計的非常爛 這個冷配 這個環保 就很厲害 拿起來了 來 聽起來了 先來健康檢查 齁 我朋友怎麼去開心 這兩條 泡油管也去換新 你看 這個設計的失敗 換新了之後 沒多久 這裡就會漏油 所以我本來破解方式 影片才幫我同學看 齁 那邊也開心 真的 這隻真的有在燒錢 然後那個代數馬達在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啊 這裡 你看 它這什麼 哪有感覺有漏油去的 我拍一下特寫 你看這邊 是不是淡淡 所以我們要把它拆起來 我剛剛應該是在真空管牌 要把節氣門拆掉 開始 兩顆六角的 公圈 我三九接觸那麼久 我自己那邊聽過節氣門 剛好遇到這個問題 就拆給同學看 一二三 啊 已經要吸脫了 它的節氣門是兩層的 起來啦 慢慢把它搖起來 裡面就敞成這樣 先讓它旁邊躺平 這個線要注意喔 這個我是不想拆啦 就先隨便放好就好了 拆下來之後 還有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 喔 這裡啦 一 二 十顆的 兩顆 把它拔掉 十號的 喔 喔 這麼暗 摘一些 喔 喔 白洞學在DIY 就是沒事的話 我不會去拆它 如果真的有問題我才會拆 要不然很多東西齁 你拆下來 你都要一併去處理好它 今天封到了 蚊子又在旁邊一直釘 不知道在釘什麼燒 但是不知道在釘什麼燒 欸 好像還有 看一下 餘下啦 還有一顆 鯊子 釘什麼燒 這不知道有喔 啊 四顆 四顆才對 這個我沒有拆過 把氣幹看看 喔 對有幹到啦 那四顆沒錯 呦 幹下去啦 喔 喔 太太難聽了 起來啦 就是這個燒 然後 這顆 零坨子 這個零坨子 可以拿起來嗎 欸 零坨子可以拿起來 喔 移下來啦 這個油門線 看要不要取下來 我是原則上不要了 不理它 喔 但是馬達看到 來同學看特寫 喔 這個節氣門很髒 順便清理一下好了 還有 帶速馬達等一下先淹下來 真空管先拆掉 喔 把它下來了 喔 這個先不管它 然後這兩顆10號 喔 我覺得那個帶速馬達 設計在這邊 真的非常的失敗 不知道在失敗什麼燒 那個M40的引擎 它是做到外面 啊後來就要改在裡面 不知道要改什麼燒 所以有的時候 我看它越走越失敗 光清一個這個東西 要拆幾百樣 好 這塊還拿不起來 欸會動了 它上面可能直接幹進去而已 直接應該把它 刷出來就好啦 一二三 刷出來 拉 就刷出來了 啊後面這個線 應該是 這個壓下去 拉出來 來 我們先來研判喔 看它到底 油是從哪裡撈下去 它這裡這個好像是雞油 我覺得是應該是從上面 滴下去 齁 你看 有夠垃圾的啦 這個清清的就好了 來 開始吧 首先我們現在表面清潔 我也是一樣用 天堂鳥化清機 裡面的話就是用那個 泡沫式的下去清 開始啦 裡面也是可以用這個清啦 只是說 人一般都喜歡泡沫式的 但是 白通學 沒差啦 我清到我會清啊 快就好了 一般噴霧式是給它來的啦 比較來的時候就是 一噴上去馬上就要把它清掉 最後 泡沫式的 這個 我擀了 泡沫式乾進去 等它變黃吧 這個管子也可以順便 順便 射進去都滿出來的怎麼辦 老公依然愛你 好 剛剛那個砂沫破掉 再換一層 比較好的 這個把它刷一刷 刷一刷 小穴 這不知道 幾百年不清啊 它這個砂沫 這個砂沫 拿下來還蠻好拿的 就把它拿掉啦 這如果調了 料後可以順便拍照 紀錄一下 這個方便以後DIY再找料 這個砂沫順便拿掉好了 這個我們等一下是把它打紫肉膠 要不然我覺得這個密封度不夠 來 裡面開始來 乾 淨 清潔完畢之後 我們來看這裡的小穴 是不是很乾淨了 然後這邊的大穴也很乾淨了 我們要上車之前 這裡先把它打膠 因為它那個 橡膠都鬆弛了 這是白東學改的做法 你們要跟進不跟進 然後這裡 就把它乾進去 因為我習慣都是 打膠完等它一天全乾 然後就這樣 幹上去啦 你這個膠跑出來 我們再把它撫平 來 那個膠我們把它撫平之後 就長成這樣 我一般讓它全乾之後 我才會上車 節氣門要清的話 我們就是用那個化清器 然後噴一些再上去 然後慢慢手動這樣擦 因為我們有拆起來的話 就是這樣擦 慢工出續活 白東學在示範都是用那個最安全的方法 分享給同學 你如果電子節氣門 你要注意喔 有的時候你把它那個 大穴撥到的時候 那個滑門 一動你就掛了喔 就電腦要歸零 來 清潔好的 節氣門就長成這樣 來讓你的大穴打開 裡面是不是很乾淨了 我們看另外一面 很漂亮喔 這就是DIY的樂趣 然後另外這一面的話 外面這個節氣門也是 來看一下 然後你有拆下來的話 看你周邊有沒有什麼地方 露油的一些 烏零就順便把它換掉 你如果有的浪管就扣了 先把它包包 這樣就可以開始組裝上去啦 有拆下來的話就順便檢查 你看 裡面的電線那個煞窟 環保材質的皮 都已經破掉了 我們把它換上那個 新的煞窟上去 來接下來我們把這些 電線的那個 煞窟都換上新的浪管之後 還有這個地方 你像這個地方 我把它搖喔 你看 這SENSOR上的搖 它就是在ALL IN 那個已經硬化了 我們把它拆下來換新的 壓下去 拉出來 拉 拉 拉 就是這個 我們要把它換新的 喔 鏡頭擋在前面 又很像在開桌 哈哈哈哈 怎麼醫生呢 好來 拿起來之後 這個 就有去買的 我買的 我還要搖一塊 這樣按下去才會按 齁 然後把它一二三 把它幹進去 這個你要買那個 買那個耐熱跟耐油的喔 靠腰 這手要注意 還要搖到 還要搖到 還要搖晃 好 進去之後 我們要幹進去啦 來 我們要把它幹進去 然後幹進去的時候 你就是直接壓進去 啊出來之後就壓出來 就可以拉出來啦 喔 從這個點 這個G點 再把它 幹進去 拉 喔你那邊比較大條 插不出來 喔你沒壓 喔讚 喔你看 比較不會晃動了 齁 這樣就比較不會流油 起出來 所以有的時候 你躲動的話 真空管沒有破 這個所在你也想要換 來 接下來帶樹馬達 要裝上去的時候 會從這裡幹上去 然後裡面要用槓殼把它清清 要不然這裡會打焦 因為這裡很會硬化 裡面清一清 噴一些槓殼 小穴把它清一下 這個打焦的時候要非常注意 打到這邊就好 這樣買 因為它幹下去 焦會爬到後面去 你覺得這樣多瓷一舉 阿你就 橡膠換身也不行了 但是 白同學幫你打 就是用最小的方法去修理好 焦打好就這樣 前面這個 龜頭這個鈍有沒有 你不要去把它打焦 因為幹進去的時候 以防那個焦跑進去 主要是在後面這個地方而已 好 開始 喔這鏡頭這樣 擋在前面 要安裝不知道 看不到地方 這裡嗎 一二三 應該是把它幹進去 喔 那麼難幹 喔 還好啦 好 有幹到底啦 這個小緊就好不用很緊 好啦 然後後面這條記得撞進去 幹進去 好啦 這裡打膠色是密合度剛剛好 這樣就比較不容易漏啦 幹進去啦 換這個姿勢這樣通常就看得到 好啦 然後下面剛剛那個sensor要把它裝進去 好啦 然後 然後 解氣門裝上去 然後這個 零配啊這樣把它配上去 螺絲對好 幹進去 啦 我幹過去了 先走 另外一顆 又幹進去啦 第三顆 又把它一二三 啊 一四顆 幹進去啦 哇 這邊很難幹耶 喔 幹進去啦 這個齁 再拆我是覺得不會很難啦 啊因為白龍雪在拍片 就是那個時間會 晚十倍 就是 十倍長啦 對啊 好 實話說 按得好 好 好啦 第二層的解氣門 裝上去 好 六角的 這個 緊就好不用太緊 好啦 喔 最後步驟 幹進去啦 好啦 這個噴一下 這樣 這樣在幹會比較好幹 好 這樣就看 空氣流量機的 接頭 這 副解氣門 好 頭拍一下 流血 接下來的話 這裡順便清一清 接下來的話 浪管順便包一下 你看 殺褲瓜很爽耶 可以裝上去了 製裝完畢 我們隔天等膠全乾就可以發動啦 來 第二天要來發動了 拜託 一二 三 欸 好啦 同學 那白同學今天為你們所示範的這個Bmw N52引擎 清潔帶速馬達跟結氣門這個動作 希望對同學會有幫助 節目總共跟我來傳 因為老B第一次發動冷車會抖動這個問題 影響的層面是太多了 烤鵝老化 然後 汽油幫補老化 還有 汽油濾薪太髒 或者是那個空氣流量劑 老化一些電子零件 包括 驅軸感應器老化 那種可能影響 也 冷車的抖動這個問題 白同學今天是示範最基礎的方式 分享同學 希望對同學會有幫助 節目最後 記得按摩按摩 訂閱白同學第一次 拜拜